海巡緊急出海救援 發現船上除了兩個大人 還有七名國小學童 眼看無動力的帆船在海上載夫載成 怕海上多變會有危險 趕快把他們拉上岸 在海上的帆船因為鋼索斷裂 導致圍桿倾斜完全無法操控 教練與家長帶著七名學童 只能漂浮在海上等待救援 幸好岸邊守望人員有發現異常 趕緊通報協助 驚險海上意外發生在九號傍晚 這撒無動力帆船從南灣出發 進行體驗課程 教練與家長兩個大人 就這樣帶著七名小朋友出海 沒想到帆船鋼索突然斷裂 整根圍桿嚴重傾斜 一路從墾丁河三場出水口 位於缺海域漂到後壁湖漁港 被守望人員發現後通報救援 海巡隊除了把人帶回船上 再把帆船拖回南灣游棄區 救生艇在海上 先接載七名成員返回後壁湖漁港 並通報海巡艇在旁借護 暑假海上戶外活動多 幸好這一次都有穿救生衣 也沒有遇到糟糕海象 更是幸運漂流到安全海域 不然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記者張春華 京縣中 郭宜貞 屏東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